大家收看影片之餘记得帮忙订阅我们的频道 多谢 多谢 上次看好奥农区的赢面是比以晋更高 结果独赢赔率果然比以晋更热 今次心中又再出现一个问号 到底头场尼海荣两匹私家作剧会哪匹先过终点呢 数到尼海荣又马选这个有趣奇景 其实上季5月8日曾经出现过 当时尼海荣要是两匹私家作剧明月千山和龙凤情场之中选其一匹 结果尼海荣选其龙凤情场 而明月千山就交友班得利跑 结果尼海荣努力之下 龙凤情场只是紧摆给功夫茶 而今次尼海荣最终戏剧龙凤情场 母独有偶又是游班得利接手 自己选验匹看似下风点的随我来 看上次随我来跑田草千四 是真真正正失足大半条直路 结果最后一百米才望空 最后五十米才开边 但仍然行扑上去 最后都过回是他前面阻住他冲的一堆马 现在早段落脚转慢 再跑谷草千二实在太被动 跑一里又严长 所以只能够博田草千四 赛前小友地连番拍跳 似乎今场会是上尽地一波 前居可降下博黎海荣真是选对 高楼是一款免费提供足球比分和比赛预测的应用程式 包含全球各大足球联赛的数据 其中它的收费功能 AI预测是结合人工智能和大数据计算 通过综合分析球队的战术 战绩阵容等等因素 最终得出赛事的预测结果 根据统计命中成功率是可以高达80%以上 现在这个应用程式正在做优惠 所有用户都可以免费查询5场AI预测的赛事 首次订阅一个星期他们的AI预测 只需要大约20元美金 一个星期大概可以预测到60场赛事 喜欢玩下足球的朋友真是不用错过呀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资讯栏的连结免费下载 试下他们的AI预测到底怎么样厉害 COOL 第二场转飞龙无论怎样说上次都是不服 赛前个人真是预期只要直路及早望凶 就可以坐位望赢 结果偏偏转弯后被潘顿匹风继续吹 完全封住而望凶不到 不过当日马房全日出8匹其实无马上名 无开工亦可以视为一个藉口 今次对手是进一步转弱 而田泰安埋门有超过他赢过两次的仲欢笑 都最终肯选骑 当委逆理想 怎样都追买这次 今场白风继续吹气到我相信更热 偏偏观之外面风继续吹 最出位置对行之声 三百码相当接近 第四场移心声前次增程跑千六米根本毫无根据 更遇到超快步速对气量口验极大 但直路看落准备多后之际 又竟然最后无断 反而跑以千识得上名的超竞勇士就真是落了去 其实明显已经确认复苏 当位置喜余堡上 外面位置还有骂尔代夫 最后一百米到喜余堡中档投窗 大外档还有马尔代夫 在内南位置竞力十足 接近中点 喜余堡就赢出这场赛时跑第二名的话 相当接近 上次出门之后 见波件事完全不积极 赛后被问话先说 原来一早就已经决定留后跑 如果一早知道拆骑指示 就知道是想减过一分落斑 今次赛前再上重化粗兼试货大集 中段见骑士拖后跟马跑 之后才再移回来自掩锋芒 自杂的 今天帖兰占先了四分三个马位左右 跟上来第二位就是汽雨牵航 走出面是蓝帽白衣的敬德手 帖兰第四这只马的走规都比较轮尽 遇神勇将 包了一队 走外面就是疑心星 中档位置红粉风彩 今次也带了个避枯 好了 准备入正直路了 前面虽然有少少担高的头走 但这个胜德出色 走势都挺纯熟 至今曾经两度在三班跑到第四 落回四班跑其实赚级数之余 更有刚刚后面飞盛大热 相对低波 但我当上来就勁得手 中间推进就是红粉风彩 最外面就是疑心星 差不多到终点了 一步都没骑过 这些胜德出色 直奔终点赢了三个几马位都有 二三四五名就很近 结果就勁得手第二 红粉风彩就第三 第四就是余神勇将 第五就是疑心星 包美就弱点了 气宇轻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K